所以 人不要错过任何救自己的机会 你说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我和儿子的业障我们自己悲 不要台长悲 麻烦请台长帮我看看 儿子09年属牛的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我在看 身上有个灵性 他脑子出问题了 对的 控制他 听得懂吗 知道 魂魄不起 人经常有多动症 确实 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讲都不要讲了 但是呢有时候又害怕 是的 晚上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明白了吗 懂的 自言自语 因为那个灵性 在他的身上 在报复你 我知道 这个灵性跟你有感情 所以经常在这孩子身上 就专门粘住你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逮住你又抱又轻的 现在明白了吗 懂了 其实不是你儿子 是那个灵性 我不是 所以你不要去欠人家的情 记住吗 上辈子欠的情 人家这辈子也会来要 你这辈子欠的情 人家为你自杀了死掉了 他也会到你孩子身上 来为你要这个感情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了 就乱弹琴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想问一下 我们已经 给他念了几张了 三百张了 不够 不够 然后 六百 六百 到六百张 六百九十 好的 好吗 然后方生已经放了五千九百条 请问师傅还要放多少条 三千 三千是吧 还要加 还要加 好吗 你记住了 这个灵性 我告诉你 还是蛮讲道理的 明白吗 你现在在那儿 如果跟他 跟关心不少讲 请关心不少慈悲 帮我孩子身上那个灵性 能够 我们化解厄缘 希望关心不少多多慈悲 希望关心不少能够让他 朝生了死 到更好的地方去 然后呢 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你自己许愿 那么他很快就会离开他 离开他的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先离开孩子的身体 离开孩子的身体之后呢 孩子不会多动 第二呢 晚上不会怕 但是呢 还会有些 过去的 留下来的 那个夜 就是遗留下来的那种动作 但是很快就没了 我估计 这个整个过程 你可能会要到 明年四月份 才会有彻底的改变 好吧 感谢师傅 然后请 师傅开始一下 我的功课 和儿子的功课 你的功课啊 你属什么 我属狗 七零年的 哎呦 你很傻 确实 你问问你妈妈 你感情上 你做了很多傻事 你被人家骗过 还被人家骗过钱 哎呦 你怎么这么傻的了 没办法 天生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大师大卫 关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洪台长 感恩 你越感恩 我越给你多加点小房子 记住了 你这个 你这个问题 目前来讲 先念108张小房子 是给自己念 给自己 好吗 好的 第二 你要注意你的心脏 你现在自己有感觉吗 有 经常胸闷 就是念经的时候提不起气 我早就跟你讲了 你要当心你的心脏的 心脏有问题了 好的 明白吗 他老这么搞你 受不了了 知道吗就好了 来 提醒台长 加持一下我儿子 让他能安静一下 好吗 今天已经闹疼了一天了 今天已经闹疼了一天了 看看 看看 喂 他不会说话 我知道 让他做动作就可以 给他弄了蛮厉害的 这个灵状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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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我一直不动了 听得懂吗 他现在已经看见菩萨了 看见观世音菩萨了 谢谢台长 他现在在看天龙 好好努力 现在大家知道吗 人生有很多苦 需要大家去救 你叫人家练经 让人家得到法喜 你看多好